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位于啤梨拉街和非能辨道街交界 1月10日一架巴士和4架私家车相撞 再撞到一个女途人令她伤怅致死 因为涉事巴士司机是兼职 所以事件的第二日即是1月11日 交通局就要求巴士公司 暂停所有兼职车长驾巴士 每一架车里面都有几十人 而且车车也很大 所以我们觉得每一架巴士公司 有长期稳定一班司机 在巴士司机人手不足的前提下 还要剪刀兼职 这样的做法又是否合理 我认为是合理全村的 亦是由于调路关系 可能有些车辆车被连车 回来有时尿路口 我又说尿少走 是否因为一家车车 我现在到尿路缠络成沙虫 其实如果他在神述 要兼职这四个小时 六个小时 其实是对巴士公司的好似 因为是够精神 郑华章也提到 兼职司机和全职其实没有分别 入职之前 一样都要培训三十个小时 今次撞死人的意外 虽然只是单一的事件 但是司机的年纪 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现在巴士司机的年纪 普遍上是比较高 当然局方在考虑 就是驾驶的司机 也能允设到很多乘客 在车里面 所以它穿中国安全 所以暂时没有放股 年龄的限制 所以它达到退休年龄 时便必须要 停止驾驶巴士的车路 既然巴士司机的年龄 合乎规定 以下的问题 又会不会令他们驾驶车? 一人走十班 走到九班 走到八班 他完成不了 他会扣他上针 巴士公司对这方面 暂时没有回应 而罗立文就说 需要稳定司机团队 服务市民 可以安排交通局 和三间巴士公司 解释事件